记者杨正俊台中报道 44岁着男涉嫌连续四次到太平头遍坑山区窃取胶农112宫 每宫约20公斤 实价每宫1624元 着嫌落网后石口否认饭行 便称自己有胶原 家中搜出手绘车牌手稿 是儿子的美劳作业 黑色PVC薄片也是儿子美劳要用 但法官认为四次行妾 着嫌的修旅车都出现在民港时段 借涉嫌行妾借挂上伪造车牌的修旅车 与着某修旅车外观上如此相同 一次可能是误判 可是四次都一样 着嫌一切盗罪判两年徒刑 判决朱指出 台中市大理区着嫌 涉嫌在2016年2月10日 3月5日 3月10日及3月20日 驾驶自己的CRV修旅车 悬挂变造的车牌A、B 到太平头遍坑重复窃取张姓等三名嚼农的香蕉 嚼农报案后 警方根据路口监视器 认定是卓某所为 2016年4月远景前往卓某住处搜索 发现有手绘车牌制手稿四张 还有黑色PVC薄片一包等工具 卓某到按石口否认饭行 便称自己就有胶原 家中搜出手绘车牌手稿 应该是儿子的美劳作业 黑色PVC薄片是买给儿子做美劳 都还没拆开使用 塑胶带则是母亲资源回收件回重复使用 但是远景调查及分析相当仔细 远景调查案发的四段时间 其可能作案及逃逸路线 发现了A、B两块车牌 其车牌经监力所调查 都没有这两个号码 确定是伪造而来 而悬挂这两个伪造车牌的 又都是一模一样的银色CRV修旅车 更有趣的是 逃逸路线中两个路口监视器的区间 这两块伪造牌都中途不见了 取而代之是卓某的银色修旅车 悬挂的是他自己所有的合法车牌 远景说如果只出现一次 有可能是误判 但四次都一样 法官也认为涉嫌行切 借挂上伪造车牌的修旅车 与卓某修旅车外观上如此相同 卓某所为无误 我古的误判 你也想要做一种平衡主义转的误判